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关心 2021年在台湾 因为毒品走私 怀疑被黑吃黑 而纠重 凌虐杀死运毒船长的 天道蒙不早会分子 陈启祥 案发之后 他是逃往了柬埔寨 被台湾依杀人罪通气 今年3月初 刑事局证室大队获得消息 表示陈南辗转藏匿 在柬埔寨金边 怀疑他在当地操盘 跨境毒品走私 便跟柬埔寨当局 以及美国弃毒局合作 逮捕陈启祥等6人 带你来听警方稍早说明 专案小组长期跟监搜镇 陆续查出有好几名台籍共犯 在柬埔寨金边市贩毒 7月中旬更要把大量毒品送到台湾 7月31号夜间 专案小组就在柬埔寨西港 查获789公斤的K他命 现场逮捕两名嫌犯 再到陈启祥的住处逮捕四人 也成功地把毒品挡在境外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你找人 你 干 apo 你找人 你不会